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从公元前五世纪早期开始,雅典在希腊著城邦中开始脱颖而出 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中心 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便活跃在雅典的学术舞台上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出生在雅典 曾到过埃及、小亚西亚、意大利等地游历 回到雅典后开办了一所学园 学员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学、升学、天文学等学科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传授知识、交流学术 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的学校 柏拉图是这个学派的领袖和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柏拉图的核心思想是理念论 他把存在划分为两个世界 一个是所谓的理念世界 其中包含着每个存在物的理念或形式 也就是逻辑上对它们的定义 一个是所谓的物质世界 其中包含的是对这些理念或者形式的物质性扶持 他认为理念优先于感觉 一切的感官经验都是靠不住的 必须利用理念进行严密推理 因此在他看来 理想的科学 其命题不是观察的陈述 而必须是不可反驳的 也就是数学化的 也就是说 他确立了科学研究的目标 在于发现经验资料背后的抽象数学法则 这在科学史上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出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基拉 17岁 进柏拉图学员学习 是学员中最出色的学生 公元前343年 他担任马其顿王子 13岁的亚里士多德的私人教师 在那里居住了7年 公元前336年 亚里士多德登上王位 一年后亚里士多德随其回到雅典 成立了自己的旅克昂学员 创建了著名的逍遥学派 在亚里士多德的支持下 亚里士多德的门下 有上千名人员遍布亚洲和希腊各地 收集自然科学的各种资料 使得亚里士多德能够致力于 各种知识的收集、整理和分类 从而在自然哲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 物理学、气象学、心理学、文学、伦理学 形而上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多达170多部 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等 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 起了很大的影响 是古希腊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 它的著作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前人的知识积累 二是注视我们为他所做的调查和发现 三是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特别注重经验研究 他在行而上学中认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内部 而并非独立于事物之外 所以他的哲学就是要找到包含在事物现象之中的本性和原因 从而发展了一套探究事物之理的哲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 所有事物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即质量因、形式因、动力因以及目的因 所谓质量因指事物构成的要素、成分 形式因指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法则或原则 动力因是指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 而目的因则是指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改变的原因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他认为只有把一件事物的四因弄清楚了 才算彻底了解了这个事物 亚里士多德本人看重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 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 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 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 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 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量的形式 也没有无形式的质量 质量与形式的结合过程 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思想 这比以前的哲学家只从一个方面解释世界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这种观点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 所以在科学史上曾产生过不好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原子论的反对者 坚决否认虚空的存在 他认为地上的物质都是由土、水、火、气四种元素组成 地上的物体都有其天然的位置 每一个物体都有回到其天然位置的倾向 如土、水比较重 它的天然位置在下 含土、水较多的物体将向下运动 而火、气比较轻 其天然位置在上 含火、气较多的物质将向上运动 他认为冷、热、湿和干是更基本的性质 四元素是这四种性质量组合而成的物质本源 湿与冷组合成水 湿与热组合成气 干与冷组合成土 干与热组合成火 这样四元素不再是不变的 而是存在矛盾 而且可以相互转化的 亚里士多德完全是用直观、意测、推理的方法 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的 虽然存在许多谬误 如越重的物体下落越快 轻的物质较重的物质高贵 月亮以上的物质都是由乙态构成的 但是在科学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他第一次提出比较严密的科学论证方法 创立了逻辑学理论 对归纳法和演绎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成为后世思想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 他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根据 地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 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在中世纪的欧洲 曾被基督教会奉为真理 在西方有较长期的影响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